在临下人的餐桌上 牛肉那是十分重要的食材 从头到尾 从肉到骨 从内脏到骨髓 换着花样也吃不完 这闻着味儿挺香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临下的牛杂哥 牛杂哥 对啊 大哥 我们来两碗啊 大哥你这生意怎么样这边 生意也挺不到 一天能卖多少碗 一天卖个四五百碗 四五百碗 我说我们三点钟就起来了 三点钟就起 行 这小超 我们吃牛杂哥 这点就行 这这这 麻花的香甜 跟这个汤里面的鲜味 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牛杂哥的底汤 味道特别香 用底汤泡过的这个麻花 它本身就入味儿 吃起来现在是绵绵的 又入味儿 就是就是 这个牛杂哥 它是不同的部位都 就拆分成这个不同小块 给你放到碗里 是吧 杂就是牛杂嘛 嗯 搁就是每一个 用刀锅下 对 薄薄的搁一点 这块是哪块肉啊 牛头肉 牛领 牛领 能看得出来 它这个下边这块 是它这个胶原蛋白 对 胶原蛋白 这尝一口啊 哇 您别说还真没有这种 特别腻的感觉 那这个牛头的这个肉啊 竟然这么好 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吗 牛头还 挺多的 下午给你带过去 尝一下 牛杂哥 是临下人的硬核早餐 牛杂口感饱满 汤鲜肉嫩 在清晨的街边小店 来上一碗 再配上一根大麻花 那绝对是对味蕾的犒赏 今秋时节 当地人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牛肉 清水牛排 酱牛肉 数不胜数